宇宙印象深度科普栏目低劣在72T地球之水哪来? 答案当然是天上来,科学家也清楚地球上的水来自地外天体,于是就有一个问题,小行星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水资源? 新的研究表明,小行星撞击的确能够给地球带来大量的水资源,也少看一颗小行星质量不到,也顶多数公里至十多公里。 但在太阳系刚刚形成的初期,小行星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,数量至少在数一级以上。 在太阳系刚刚形成的时候,太阳星云本来就有足够多的水资源,这一点我们已经在MGJ0414-053次星系等证实了。 MGJ0414-053次星系,距离我们达到110光年以上,也是距离我们最远的。 被发现有水分子存在的星系,至少在上百个星系内已经发现了水分子的信号,这也说明水在宇宙中其实不是地球特有的。 整个宇宙都有大量的水资源存在,有水并不代表这些水就是液态,地球上的水因为是液态水,所以它有如此气派的认识。 液态水需要一颗行星位于宜居带内,而且有大气,这样才能形成液态水。 水如果是小行星上的水,那么多数是被固定在岩石中。 富浪大学科学家发现,水在太阳系清晨早期到达地球,主要是通过小行星撞击。 我们在月球上也发现了水的痕迹,小行星撞击可以为地球带来大量的水。 这一点正在被实验所证实,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发现,当小行星撞击情星起时,可以产生令人惊讶的水量。 科学家使用碳质球粒陨石进行撞击实验,因为地球上的水,与碳质球粒陨石中的水极为相似。 位于Merset-Imuth研究中心内,科学家将模拟陨石,以大约每秒5公里的速度撞击地球,结果发现在整个太阳系中,常见的撞击速度和角度条件下,夺达30%的水会被固定在岩石碎片中,岩石由于中心的热量而融化。 在冷却时重新凝固,这些发现可能对了解地球上水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。 看着小行星被认为是太阳系中最早一期天体,它们也是形成行星的基础材料。 这些富含水分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后,水能够融入到了地球的形成过程中。 比如,我们在月球地乱中,就发现被固定的水,这个说比月球上的水也来自小行星。 小行星可以将水输送到卫星。 行星,如果一些天体的表面环境合适,就可以形成液态水,这就为生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